蘇達成 學想 現代水墨畫 此作品設有觸感製作 作品《橫島》是一幅黑白水墨畫 主要畫了一條有成人前臂那麼長的魚 在水中猶豫 佔了整個作品中間四份三位置 魚頭部向左 有突出的大眼珠 但細細的瞳孔 魚嘴張開 風厚的上唇 嘴角還有一點墨 好像一個酒粒 魚身肥大 呈桌圓形 背部有不同層次的灰黑色圈染 膠疊成斑點紋理 魚腹漿糊糊 有淡灰色的細墨點 部分向下突出 感覺帶點粗糙 魚的背旗、空旗、 團旗和魚尾都比較小 架剪型的魚尾還有墨點 還有向外的刺 魚的上下位置都有長條型的水波紋 上面一條較淺色 下面兩條較深色 水底還有兩條 只有手指那麼長的魚仔 一起游水 創作概念 紫飛魚 焰知魚之樂 第三條 四條 四條 五條 四條 四條 六條